我们起心动念,全是往心 能有一念真心 那就是一心光明 一念真心时间虽然短 它跟阿弥陀佛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前面欧耶达斯说过 这一念心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 实际上不容易 它说,若没有七天念佛的功夫 那来的一念真心 那个七日功夫 那是夫妻,精进夫妻 七天七夜佛号不断了 才会有一念尽心 有这种功夫 阿弥陀佛的功夫 阿弥陀佛的功夫 这种功夫 为什么 都是为亲近心 听经,专心听讲 这个时候心亲近 没有掌描 没有掌描 没有妨想 有掌描 有妨想 就听不尽了 听耳不闻 想别的东西去了 这个事情 一面听经 一面读经 一面大妄想 我想现在这样的人很多 不在少数 这就是 为什么他用心不能转 叫不传 不依 不依就是不传 不能相续 道理全在此地 这是修行人的大病 这是修行不能成就 关键之所在 要不把这个毛病治好 这一生往生没治好 只能重一点善根 等下一次的机会 下一次的机会 说不定是无量级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什么样的艰辛苦难 我们都愿意收 我们都愿意收 我们要求一年进行 不再告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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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 也认为了 这么多了